接下来我们看9.1的练习 下列何者不属于消化器官 胃肝脏 胰脏 脾胀不是 脾胀属于循环系统 循环系统 它是破坏一些红血球 破坏那些已经 已经坏掉的红血球 大概是这样子 在循环系统 下列何者不属于消化道的是哪个 喉 你要注意 烟是食物跟气管的通道 但是喉的话 只有空气的通道 就是喉那边就会进入肺 淹了到喉的 那个是进入肺的 淹了之后就会进食道的 这个是食物的 所以喉并不是消化道 再来哪一个不是消化线呢 胃线是长线是脱液线是扁桃线不是 扁桃线呢是 扁桃线好像也是属于那个 循环系统的 它是属于那个 那个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那边的 OK 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内障 哪一个器官分泌胆质 很多人会觉得是胆痰 胆囊是储存胆质而已 真正来讲应该是肝脏分泌胆质 所以这个呢是 有一部分的人会答错的 下列何者不属于小肠的是 小肠有三段 是十二指肠空肠回肠 直肠是在哪里 直肠是在大肠的 靠近肛门那个位置叫直肠 所以直肠不是属于小肠的 OK 幼儿呢会有长出20颗芽 这个芽叫做乳芽 过后就会掉的了 六岁开始呢 这个乳芽掉了之后呢 就会有放上横芽 横芽一共呢 三十二科 三十二科最后呢 那四科呢 就叫做智慧芽 我们叫智齿 智齿 然后呢 最常见的疾病呢 是叫做蛀芽 也叫做 我忘记叫做 我们怎么读的 反正就是这个了 OK 蛀芽的 就是这个名字 然后呢 哪一个牙齿最坚硬的部分呢 是叫做牙幼子 就是以前叫做 以前叫什么 法郎子吧 现在叫牙幼子 记得这个名字 这个是我们九点一的部分 那是 那是